总统赖清德他在520就职演说 当中他提到了两岸互不隶属 两国互不隶属 那当然了引发大家觉得说 哇两岸关系可能更加的紧绷 的确在之后马上呢 中国大陆这里呢就对台湾进行了一些围台军演嘛 那现在呢 这个时代杂志对他来专访 那他说完全没有挑衅的意思 他说的是一个事实 完全没有挑衅的意思 不晓得大家相不相信呢 好我们看他怎么解释 他说对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引发的争议 他辩解蔡英文在2021年国庆日提出了四大坚持 就已经有了这一项 而且马英九任内也有讲过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两岸互不隶属 他说我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跟第三条 来陈述这个事实 台湾在国际法上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我的目的是在团结台湾人民 好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肖续成呢 他说啊两国互不隶属跟两岸互不隶属是不同的概念 赖清德如果你真的有本事你就直接宣布台独啊 不要用这样的文字游戏去欺骗不了解中文的外国人 假装自己好像真的呢有在为了和平在做努力一样 好赖清德的就只演说讲的是两国互不隶属 通篇呢都称对岸中国而且也没有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就是新两国论 比起蔡英文提的这个内容是更没有讨论空间的 那蔡英文是在国庆日讲了一次两国互不隶属之后呢 是由时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太三来解释 把他解释成两岸互不隶属啊 有偷偷的换了一下概念 好学者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承科呢 他说啊赖清德再提所谓的互不隶属 这就是两国论的翻版 那这对于大陆来说肯定觉得你在挑衅我吗 好那至于正是中华民国的存在 这是想要为台独开创一条道路 好啦那这个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前资深官员 简影荣呢他认为看了这个专访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是一位有同理心 积极维持和平的国家领袖 绝对无意要制造两岸冲突 好今天要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是 前立委孙大千大千哥早安 是佩姐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大千哥我们来请教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赖清德在520就职演说 他讲了这个两国互不隶属 两岸互不隶属 但其实这应该是不同的概念 那现在接受了专访他解释 他说他是讲一个事实啊 而且过去这个蔡英文也讲过啊 马英九也讲过苍童的概念啊 但是被大家解读说 他在玩文字游戏 而且呢 这个他说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要为了台独来开创一个道路 他是完全没有挑衅的意思耶 不晓得您怎么认为 赖清德当然是真的眼在说瞎话 那么萧续成执行长已经点出了赖清德发言当中 真正的关键问题 大家知道就是赖清德的所谓的总统就职演说 它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说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 不是你在站台的时候随口说说就算了 这份文件可能要经过很多单位 然后进行共同的演拟 然后呢逐字来进行斟酌 然后最后呢形成了一篇 这个能够表达未来的这个施政意涵 又能够表达一些对于重大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主张的论述 所以这一份这个总统就职演说的文稿 不仅是这个要经过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层层把关 那么甚至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极有可能还要送给美国政府过目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这么多闲守两岸事务的官员 不管是政务官或者是事务官 我相信他们都会非常的清楚了解 两国跟两岸之间的差别 这两个是不可能混淆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是赖清德同意 那么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敢去改变 过去长期以来两岸之间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跟论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赖清德要说他这个无意如此 根本就是真的也说瞎话 完全是胡说八道了 因为两国跟两岸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大家知道如果今天赖清德强调 他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两国的存在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并不承认中国大陆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宪法写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如果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不存在两国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过去长久以来两岸之间 我们维持的一个彼此的互动的一个默契和共识 就尽量不要提到两岸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把两岸的关系凸显 而尽量淡化两国现在的存在 或者是两个政府的状况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去避免两岸之间现在的主权争议 那么造成任何的这个冲突 那但是当赖清德在这一次再次的提到的 所谓的两国的时候 那么当然就会引起外界高度的重视 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 有这么多专家学者 有这么多这个资深官员把关 你怎么可能把两岸说成两国 第二 如果你今天要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话 根本不存在两国的问题 所以这中间有太多的矛盾 那这些矛盾我相信绝对不会是行政部门 这些有经验处理大陆事务的这些官员 他们会犯的错误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赖清德同意 而且赖清德背后的力量受益 那么因此不管是赖清德背后的台独势力 或者是美国政府 对这一篇的这个国庆的 这个就职演说的这个内容 你说要做出任何掩护的这种动作跟说辞 恐怕都很难让外界接受 而且大家更不要忘了 赖清德号称是台独精孙 所以大家对于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内容 当然会更自争俱择 然后把它分析 他内心真正的想法 跟未来是否会走向台独的路线 而赖清德做了这样的一个论述 更加是坐实了外界认为 他就是激进的要从这个阶段性台独 尽快的走到实质性台独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对台湾来说 会把台湾陷入兵凶战围的状况 那么因为各位了解 照赖清德现在的这样的说法 他连原本我们两岸之间 所谓的中华台北 什么中华民国 类似这样的一些模糊的这个界线 都因为赖清德这样的论述 被界定成为属于台独的立场了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再提中华民国 未来我们要再提中华台北 恐怕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当赖清德讲 两岸现在是两国关系 他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搬到台面来了 那么这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已经是彩虹线的一个动作了 这也是一个几乎实质宣示台独的一个主张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会接受 那不管你美国的这些媒体 或者是美国的这些专家 要如何为赖清德擦脂抹粉 恐怕都改变不了赖清德 在这一次就职演说当中的内容 对两岸关系造成实质的冲突跟伤害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